據六位知情人透露,中國政府已停止為在華美國新聞機構的外國記者續簽記者證, 並暗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對在美的中國媒體股源採取進一步行動,他也將繼續驅逐行動。 這些舉動和威脅加大了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在新聞媒體機構問題上持續互相報復的風險。 這些報復行動是美中關係更廣泛螺旋式下降其中涉及貿易、技術、教育、外交使團、臺灣和亞洲軍事存在方面的敵對政策和行動過程中的一個醒目因素。 立即受到中國最新舉動影響的美國新聞機構包括CNN、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Furnow 和蓋地圖片社、Gatty Images。 上週,這三家媒體的記者試圖在外交部續簽記者證,但被告知不能辦理,這種記者證通常的有效期為一年。 幾名記者表示,總共有四家機構的至少五名記者受到影響。 一名記者說,外交部官員告訴他,他的命運取決於美國是否會在今秋決定為在美工作的中國記者續簽簽證,他們受到了國土安全部。 今年五月實施的新簽證規定的影響。其他記者也收到了類似的信息。 這名記者表示,中方官員告訴他,如果特朗普政府決定驅逐中國記者,北京將會採取對等行動。 許多駐美中國記者都為官方的新聞機構工作。在華工作的外國記者必須更新他們的記者證,以獲得主要警察機構、公安局簽發的居住證。 這種居住證相當於允許外國人在華居住的簽證。在與外交部官員討論後,記者證過期的記者被公安告知,他們可以獲得有效期至11月6日的居住證。 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獲得的一份信函副本顯示,他們收到了外交部的信函,稱儘管記者證過期,但他們可以暫時繼續在中國工作。 到11月初的居住許可截止日期,呼應了特朗普政府可能決定不為許多在美中國媒體雇員續簽簽證的日期,這將導致他們被驅逐出境5月。 特朗普政府宣布,現在所有中國記者都將獲得90天的工作簽證,實現比起他們之前獲得的單次開放式簽證有了極大縮減。 他們可以每次申請90天的延期。 8月初,他們的簽證到期,但國土安全部在與國務院磋商後,並沒有驅逐任何中國記者或續簽簽證。 根據新規定的描述,這意味著他們實際上獲得了90天延期。 他們可以繼續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到11月初,即美國大選的同一州,同時等待延期申請的消息。 但每方官員也可以決定提前驅逐其中一些人。 官員們認為,許多中國雇員是宣傳人員,個別人甚至可能是間諜。 超過1300名中國記者和媒體僱員受到了影響。 中國外交官擔心可能發生驅逐並與美國外交官進行了對話。 最近,中國停止續簽記者證的做法影響了為美國新聞機構工作的多個國家的公民。 他們包括CNN唯一的駐華通訊記者大衛卡爾夫、David Calvert。 他是美國人。 華爾街日報的英籍通訊記者裴傑、Deremy Page以及持有蓋地圖片社工作證件的意大利自由攝影師安德里亞維爾·德利。 大多數記者及其所在新聞機構都拒絕置評,或者沒有回覆請求置評的電子郵件。 CNN周日發表聲明稱,我們駐北京的一名記者最近獲得了有效期為兩個月的簽證,而不是通常的12個月。 然而,我們在中國的實地存在沒有改變。我們正在繼續與地方當局合作,以確保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沒有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 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格斯在聲明中表示,中國外交部罪盡已告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拒絕為外國記者續簽記者證,並拒絕處理今年早些時候遭虛逐記者的未決簽證申請。 PRC提出的這些行動將使中國的報導環境惡化,而中國已經缺乏開放獨立的媒體報導。 這當然令美國感到不安。 它說,PRC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有一些美國新聞機構尚未受到中國新限制措施的影響,因為他們的記者證尚未到期,無需續簽。 《紐約時報》的一名美籍駐外記者就是如此,他目前仍在中國大陸。 2013年底,中國政府也曾針對《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記者的證件序簽進行類似凍結,原因是涉及敏感性報導問題。 暫停序簽引發了對大規模驅逐記者的擔憂。 時任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JR,在訪問北京期間還向中國領導人強調新聞自由的重要性。 中國政府最終更新了這些記者證,並發放了新的居留許可,但在數年內拒絕為這兩家機構的任何新入境記者發放簽證。 今年3月,中國驅逐了《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在中國大陸分射的幾乎所有美國記者。 此前,美國國務院告訴伍家中,